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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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怎么样 子亮 还真让你给说对了 我们反攻回去 红军就退了回去 怎么这游戏红军玩了两回就不玩了呢 走 去看看 大家谁也不愿意火遍 把中国人都拼光了 那不便宜了北边的小日本了吗 您说得太对了 这和红军打仗真没什么意义 要干就跟日本人干 就算是把咱命打上那也值 军团长 范天琪摆好了这事等我们了 这次我们真的不进攻了 陆江 你看这地图 我刚接到朱总司令的电报 我们的主力红军已经从这里 悄悄渡过了乌江 到达了贵阳附近 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 他的大部分兵力都在这里 贵阳十分空虚 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力红军 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你说 老蒋会怎么做 他一定会调动吴七伟 周辉元和川军辉元 但这都不保险 他肯定会调动滇军 这就是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 等滇军都到了贵阳附近 云南就空虚了 火军立即回头 从这里直插云南 然后渡四川渡过金沙江 这样就把敌人彻底甩开了 这可真是个大手笔啊 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 验马宗领继续向西北运动 继续迷惑敌人 掩护主力部队的行动 我估计我们这一动 樊天席就会跟上来 这样正好把他从封箱坝调开 为主力红军将来的南下 让开了一条路 独将 传达我的命令 明天一早 部队大张旗鼓地向马宗领出发 是 命令部队即刻出发 从开仰直插贵阳 赶在明早前 在贵阳附近的平寨一带设防 阻断珠毛的前进路线 如果有懈怠者 军阀处置 是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指挥部要往哪里搬 红军主力出现在贵阳附近 我做命令我们火速支援 司令正在屋里等你呢 龙总司令 发来提点 司令 红军大部队出现在贵阳附近 老蒋极了 命令龙总司令 带领全部严军支援 吴七伟周昏元也会赶过去 怎么样 让您说对了吧 看 他们这些蠢货啊 这不相信人 现在自食其果了吧 您说下午我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凉拌 这两天你们看我笑话 现在轮到我看你们笑话了 猪毛的主力不是在封香坝啊 怎么会突然跑去贵阳来的 我们都被骗了 封香坝只有罗炳辉的第九军团 红军的主力 林彪彭德怀 董振堂 和陈庚 全部都在贵阳附近 这太出人意料了 所以尾座任命龙云 出任总指挥 调动所有滇军和我们一起增援 此刻尾座就像在一座空城 情况十分危急 我们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那封香坝怎么办 凡天喜就不管他了吗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让他和罗炳辉打个你死我活去吧 可是不对啊 既然猪毛主力在贵阳 可他之前宣称打得如此惨烈 那绝不可能 他还号称公军有五万之争 数字虽然夸大 可也迷惑了我们 他这是在帮红军 还是在帮我们 你接着说 罗炳辉的目的 就是要先拖住我们 好让猪毛的主力 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贵阳 而他和你对质实不开战 可你和凡天喜换法了 他就进宫了 这不奇怪吗 何况王武江 就在罗宁慧的身边 而他也曾是凡天喜的手下 他们之间 就不会有什么猫腻吗 你说的有道理 这样你以我的名义 去一趟封香坝 把那里的事情查清楚 好 有什么情况 我随时向你报告 是俩 melt啊 你应该犯了 rans Jug 定了 那个气息 你咬个 你以便往 停点 保 Silent 我不是为了这个 你都不知道 刚才来路上这帮王八蛋 就在我身上这都是嗖呀 我跟他们说 你说我一个老娘们 你们能嗖出什么呀 我身上又没文件又没僵 你猜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 你这个臭娘们才想点匪 你说这帮混蛋 气死我了 这帮狗特火 他们这的就是 流氓王八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曹玛 你也不能太生气了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我是造了什么孽了 我自从认识了这个血以后 我这倒没事 我就一剑接着一剑 你说弄得现在还得做办法 你说 对了 我可听说 凡是进到这儿的女人 把衣服都得扒光 那我倒没事 我这样了 你说你这么漂亮的大姑娘 可怎么办哪 龙主席 我代表伪座前来迎接你 你们滇军日夜兼臣赶来 辛苦了 只要是伪座召唤 我不该有半点怠慢 我们滇军十万人马 已经到了贵阳城外 情况有了变化 珠毛在贵阳附近 忽然失去了踪迹 只有罗秉辉一部 在马宗领活动 我们派了几架飞机侦察 都无结果 伪座为此 坐立不安 非常恼火 什么意思啊 珠毛打的是神仙仗吗 来屋中去无影的 吴其伟和周红元几位将军 都已经到了 但伪座提出 要先召见你和薛月 我和艳道刚陪同 他现在就在办公室 龙主席 请跟我来吧 司令 我已经清查过了 我们没有任何战斗检缘 两个人 在红军进攻的时候 被子弹塌伤了 还有两个 以为跑得慢 让红军给抓了 但是现在已经放回来了 还有一个 瞎着眼睛 自己掉大粪池里淹死 您说 这个算不算伤亡 掉粪坑里淹死了 那也算阵毛 那 司令 这可伤亡报告 我怎么写 不能报多了 但也不能报少了 先报阵亡三百六十人 受伤 四百八十人 失踪十六个 是 官旅长的伤亡人数 原来是这么得来的 我这一路过来 风香坝真是一片香坏 我说天儿怎么要下雨呢 我奉吴司令命令 前来核查战斗情况 可是我刚才发现 这里耕田的耕田 离地的离地 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 战斗情况 外边那几个女人 还在那儿赌钱 昨天红军 就被我们赶到山上去了 战斗早就结束了 你看到的情况很正常 不对吧 你们昨天报告说 红军有五万人 但是他们全部加起来 也没有这么多 更何况 红军的主力 早就出现在贵阳附近 而罗秉辉的人马 也不过几千人 我要找个人 当面询问战斗情况 我来向你回报 请 不 他是你的手下 我不相信 去把那几个女人带进来 我要问他们 不要距离了 我刚从伪座那里来 伪座对目前的军事态势 忧心如焚 姐 闭嘴 你们几个什么来历 对 我很清楚 如有半句谎言回答我的问题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你 这两天你看见有多少伤员和战司的士兵 多呀 好像有两个 肚子都打爆了吧 装什么装 答非所问 你 你要不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马上把你抓起来 徐远东 你跑到老子的地盘上 腰三喝四 你是真把我当孙子了是吧 跟没跟红军打仗 飞机都看见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的手下王怒江投共了 我和吴司令前几天 在望远镜里亲眼看见了他 就在罗宁辉身边 他在你家门前赴京请罪 你们密谋了什么 是你怂恿他的吗 腿长在他身上 他要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叫来 你把他的妹妹留下来 什么意思 想去掉他的后顾之忧吗 别坐 别坐 不好了 曹马和王老师被抓走了 就是他们 他们闯进了你昆明的宅子 在街上把我打晕了 等我醒过来 听说人已经被抓到贵阳去了 姓徐的 你绕乱军心破坏我搅公作战 你还抓我的人 他们太嚣张了 把这帮狗特我都给我抓起来 别动 把他们硬发了 快给我吊起来 朱某主力 在贵阳附近 盘缓两日 等到我们的大军云集 他们却又突然销声匿迹 而在马宗领的罗秉辉的部队 却活动猖獗 我们在尊义附近 现在只剩下范天玺的九旅 所以伪作下令 让范天玺 要紧紧地咬住罗秉辉 朱某不可能不要他的九军团 这样 我们就能从这里打开突破口 拒减敌人 我们的兵力都派到这边来了 那边只留了范天玺 幸亏当初我留了这步棋 去吧 是 齐伟啊 你把徐远东派去封香坝 这范天玺怎么把他抓起来了 什么 他吃了豹子胆了 徐远东是伪作的人 又是我派去的 敢抓 他质责徐远东扰乱军心 破坏剿共作战 其实这都是借口 他是不满意特务闯进昆明他的家 抓走王怒江的妹妹 我还听说 昨天晚上把他妹妹押来了贵呀 这就是你们不对了 范天玺 老婆早死了 他看中了王怒江的妹子 想让他填防 这事儿在滇军里尽人皆知 他又是那个火爆脾气 你们抓了他的女人 他能不跟你翻脸吗 徐远东始终怀疑他和共党有瓜葛 王怒江投贡也没那么简单 抓这个女人 抓这个女人就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 胡扯 王怒江是我撤的纸 他在滇军混不下去 跑不去投贡 那是他的事情 为什么都要往范天玺的身上扯呢 何况老崖山事件 他已经证明了清白 他在封香坝和红军浴血奋战 难道你们都看不见吗 怎么还不放过他 现在他是唯一能够牵制住敌军的人 徐远东这么做 我看他就是扰乱军心 由此而破坏了伪座的剿共计划 你们谁来负责 这样吧 我到监狱去与他 如果那女人和共产党没关系 就把他放了 但范天玺也必须把徐远东放了 我们各让一步 你还这样行了吧 好吧 我就照你说的办 你叫什么名字 年龄 什么职业 我在神里本案 你听见了我的问话吗 你既然连这些都不知道 凭什么把我抓进来 我倒要问问你 我犯了什么罪 你是王怒江的妹妹 你哥哥投靠了共产党 而我掌握的情况 这都和范天玺有关 是她交唆的吗 她把你留在府中 是想庇护你吗 这都是你们商量好的 对吗 我哥得罪了范天玺 被逼得走投无路 这些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 范天玺她想趁火打劫 她想霸占我 我没有同意 她把我扣下来 给她收来的女人当老师 你这话根本逻辑不通 你不愿意嫁给她 又留在她家里 你分明是在替她开脱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也许你认为我说的话没有逻辑 但是这是事实 你还真是嘴硬 我的问题你不回答 你听到旁边的声音了吗 我看你是一介女流 所以不对你施行 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难道你还不知足吗 那我还真受不起 您的这个格外开恩 我没有什么可回答你的问题 也无话可说 你看着办吧 真是敬酒不知吃罚酒 来人 走 在 罢光了她的衣服 严刑拷打 是 你们这些巫使之徒 除了混搭女人的衣服 还会做什么 等一下 算了 还是把她送回牢房吧 是 是 走 快点 再来 贵阳来点 老将把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贵阳 红军却没了踪影 白忙活了一场 幸亏吴七伟没把咱们调过去 要不然 弟兄的队都得跑射了 电邦命令我们 要咬住罗秉辉 要务必查到 红军主力的下落 放告 李作 他们求饶了 这帮女人 可真了不得 在肚脐眼上护上泥巴 用火在上面烤 说是烤羊玉 火点着一会儿就有拉锡的 许院东西求饶了 我看了一下他的肚子 真跟口洋玉似的 下手可真够狠的呀 我原本一直以为他们都是徐的卧底 现在看起来不行 司令 高 一箭爽雕 您让他们用心 对他们也是一种口茶 我刚才还在想啊 怎么这么重要的事情您交给他们 干哪件事我不得揣个心思呀 怎样的 叫这帮人马上写认罪书 凡是不写的 让他接着再吃几遍烤羊 是 我得背着证据 将来还要打笔摩关死 这帮人 指不定在老蒋那儿怎么告我这一状呢 马上给贵阳拨个电话 我要跟龙总司令说话 明白 这个地形对我们非常努力 你看 这边这条河 你们从这边绕过来 杨秘所长 情况怎么样 人放了吗 没有 这个女人软硬不吃 龙主席呢 怎么没见她 没做 又把她叫去了 这事你得瞒着她 否则 徐远东就回不来了 龙总司令到 龙总司令到 事情都办妥了吗 龙主席 你放心 事情都办妥了 刚才尾座召见你 又有什么新知识吗 主谋主力还是没有下落 尾座一再催问 梵天玺的九旅 什么时候出发 只要能够咬住罗饼盔 就能牵住红军主力 摸清敌人的动向 才能以静制动 采取对策 喂 好 她在 龙总司令 范天玺的电话 是范天玺吗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 我们发去的电报 你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 那就请你遵照执行 你说什么 王怒江的妹子 杨秘书长亲自去放了她 这个你可以放心 我刚见过尾座 尾座命你 立刻向马总领方向追击 一定要咬住罗饼辉 你说什么 你认为这个方案不好 应该坚守封箱罢 堵住敌人通往前夕的道路 她真是耍好头找借口 逃避责任 我来跟她说 范天玺吗 我是尾座的秘书长杨云泰 尾座的命令就是死命令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你现在就得出发 如果拖延不动 你是知道后果的 还有 徐远东你也必须马上释放 你明白吗 我听明白了 既然是尾座的命令 那我没有二话可说 徐远东啊 我这正招待她吃烤羊玉呢 说要集体给我写表扬信 这一 吃 请转告委座 我马上就行动 报告 宇作 这是论罪书 他们都在上面签字滑压了 好 这就是卧岛把柄了 把他们带进来 是 进来吧 按着 我说袁东 你这两笔字写得真不错 你瞧这论罪书写的 这不就是书法吗这不是 我得好好保存着 你就别调侃我了 我这都是 被迫的 什么时候放我们 杨云太已经把我的人放了 一报还一报 你们也可以走了 这回长记性了吧 报告龙总司令 范天喜发来的电报 这 他已经遵命出动 正向马总领全速攻击前进 电报里还说 他把徐远东也放了 这下总算一切摆平了 龙主席 我有件事没告诉你 那个女人我并没有放 因为她不肯出狱 你这不是骗了我也骗了范天喜吗 我怎么向她交代 她不过是你手下一个旅长 你向她交代什么 如果她不行动 你如何向伪座交代 难怪大家都不跟你们玩 你们这样搞谁还信你们 军团长 这些天部队天天行军 战士们的情绪还好吧 都很饱满 红军是我见过最能吃苦的队伍了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我这条路走对了 军家 我刚接到周总森林电报 他们已经过了风向吧 难度武将 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宝座 那我先把他拨护一圈 太好了 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把电军调出来 这样云南就空了 下一步目标 就是直插云南 然后从云南入川 渡过金沙江 彻底甩开敌人 这可真是个大手笔啊 那我们的任务呢 我们掩护主力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这些天 我们牵着范天喜的九旅 每天在马宗陵转来转去的 现在我们要折回去 查到前夕的沙土镇 从那里渡过武将 和大部队会合 可是这样一来 我们不是和范天喜 面对面了吗 范天喜根本不愿 和红军开战 刚才我派人侦查了 他把部队速营地 选择到山头上 把大路让开了 今晚月色正好 我们马上就启程 趁夜通过他的营地 好 这一出发 我们可能就再也不回到这个地方了 陆江 有个事想请你办个忙啊 军团长 什么叫帮忙啊 您收吧 我们走了 云雀也应该走了 我想请你充当一下这个云雀 就是让敌人不再注意到他 我会以你的名义 分别给范天喜和卢汉去信 目的就是迷惑敌人 保护这个组织 你有什么问题吗 陈队长 为了保护党的秘密 我明白它的意义 我没问题 好 谢谢您 农家 陈队长 别这么说 去缠拿我的命令吧 集合队伍 我们即刻出发 是 姐妹们 本来让你们出来当兵呢 是想照顾你们 没想到事与愿违 让你们吃了不少苦 有时候想想挺心疼你们的 真的 川儿姐 你别这么说 秋儿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上花果山之前 你是打鱼人家的女儿是吧 嗯 打鱼人都干什么呀 我们干事可多了 姐 你是不是怀疑我 我便宜就四头鸡 我家祖祖贝贝都是破洋户打鱼的 不行你看我这手 你摸摸 你摸摸 我给你看我的脚 行了行了 傻丫头 夏儿 嗯 我记得你说你是福建人是吧 对啊 哎 说两句福建话给我们听听 就说你爸是我爸 你妈是我妈 川儿姐 我不想说 其实你这么问我 我心里挺不舒服的 从我上了花果山 之后跟你出来 你说干什么 我就跟着你干什么 你这一下问我 我怎么觉得你不信任我呀 你生得清 是 我不该怀疑你们 这一年你们跟我出生入死 我拿你们当亲妹妹的看待 可有的人不相信 有的人怀疑你们 怀疑我们中间有叛徒 谁啊 我 川儿姐 你小声点 鞋他们就在那边 让他们听起多不好啊 听见怎么了 听见就对了 身子正不怕影子鞋 多听点怕什么呀 我听见 concerning 我们不愉快 就要在哪儿都没有 有看齐河 És吗 啊 我疯了 瞧 anal 我给你做个大梅 别 副领 千万别 就您那几位姑奶奶 哪个我都惹不起 这些女人 来路我本来就吃不准 可见到她们对付徐远东那狠气 我就更犯难了 咱们是左还是右呢 我看啊 左右都不是 给贵阳的电报我发了 我们追击罗炳辉数日 但今天突然失去了目标 明白我的意思吗 在贵阳内那帮大爷们 已经直动 把我们累得喘不过气来 我不想玩了 实在也是太累了 士兵弟兄们都叫苦连天的 你可爱 嗯 你这货法是什么呀 是红军 他没有翻回来了 报告 女座 山下发现了红军 几个团长都来问 要不要打 打 打什么打呀 没看见吗 这是遗族的火把节 当地的封锁 不知道吗 快传我的命令 都老老实实回去试教 别什么事都惊风火扯的 听见没有 是 我刚刚发了电报 现在又跟红军开战 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党国的事 就让贵阳的那帮大爷们 去操心吧 走 咱们回去睡大觉 好 就这样 饭天喜在山头睡大觉 而红角军团 就在他眼皮底下 通过马宗领 以大部队汇合去了 蒋介石围追堵截的计划 就这样破了蝉 我以为我起得很早 没想到秘书长比我起得还早 啊 怎管贤文里说 莫道均行早 更有早行人嘛 怎么 你肚子没事了 霍天喜 把他处理了 你肚子要操心 还肚子 我去 我肚子要去 还戏刷我自己 报告 杨秘师啊 发现了红军踪迹 龙总司令请你赶快过去 是吗 走 我们到作战室去 龙总司令 听说发现了珠毛主力 他们在哪儿 在西丰地区 但是现在又离开了西丰 正向云南进军 那他们不是整个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吗 本来他们是跳不出去的 是你把他们放跑了 我 是的 他们是秘密行军 通过了封香坝 从那里渡过乌江 当初齐伟把范天席留在封香坝 就是留了一步棋 范天席也来过殿要求坚守 结果呢 你一通电话 非要让他去追罗秉辉 结果他在马宗里转了好几天 罗秉辉没有追到 反倒让珠毛给逃掉了 你说不是你放的是谁 如果范天席留在封香坝 即使他挡不住红军 也能尽早暴露他们的踪迹 这样我们大兵前往 就能把敌人拒荐在乌江北岸 现在晚了 差了三四天的路程 来不及了 伟座非常恼火 他骂你们这群高级幕僚 一个个都是猪脑子 还不如我们一个殿军旅长智慧 我看你们怎么向伟座交代 可杨秘书长执行的 可都是伟座的执事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是要把责任都推到伟座身上 还是骂伟座是猪脑子 算了算了别争了 看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目前离敌人最近的就是范天夕 只有命令她 向前夕和云南方向追击 如果能拖住红军 就为我们争取到时间 亡羊不劳为师未晚 唯一不利的是 范天夕连日转战 已经极度疲劳 不知道她还能不能 在行军击百里 那就得给她好处激励她的斗志 王府官 有 你马上给范天夕发个电报 说我任命她为滇军第三师中将师长 让她再接再厉 一定要追上红军 绝不能让他们进入云南 是 哎 精神精神啊 唱个歌跳个舞 鼓舞鼓舞士气 范天 不行了 我累得嘴都张不开 我真唱不了了 我嗓子都哑了 天夕 从贵州到云南 真是走不动了 司令 刚接到情报 红军正从云南进入四川 我们离他们还有一天的路 怎么了 老子追得都吐了血了 怎么还差一天啊 司令 还有一件事 王怒江的妹妹 到现在没有被放出来 还在贵阳的监狱里 这帮大业太不是东西 没怎么玩人的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把老子不玩了 我这就赶到贵阳去 就不出人来 这破市长不当 这破市长不当 马上进入四川了 我想多看家乡一眼 也不知道我妹妹 她现在怎么样了 有梵天夕在 她应该没事了 我当初离开云南 也和你现在一样 怀念故乡和亲人 但我们是革命者 心中要装下的 不光是云南 而是全中国 你放心吧 军团长 从前以后 我就跟定毛主席共产党走了 好 农家 我有几个高兴的事告诉你 你说 你参军以来表现非常好 组织上已经决定 批准你的入党申请了 是吗 入党一事啊 等咱们过了金沙江再说 好 还有 决定任命你为红酒军团作战课堂 这下可以发挥你的军事才能了 你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 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好 我们摆脱了敌人的围追不解 现在正常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走吧 走吧 四度赤水战役 历时三个月 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实行了高度灵活激动的作战方针 纵横驰骋于川前滇广大地区 约会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 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机关头 从被动走向主动 从失败走向了胜利 看来 看来 你被考的毛病还没有好啊 怎么坐立不安的 我身体上的问题早已经好了 只是我这儿 堵得慌